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这番棋是今天4月15号进行的亚运会中国选拔赛 由黑方连校对战白方柯杰,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棋姓小木,白棋向小木 之后黑棋挂脚,白棋单关跳手脚,黑棋在上方飞压定型 然后往这儿碰一个,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下法 之后黑棋长,白棋打吃 黑棋并没有选择冲完之后往331冲,而是站上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变化 黑棋跳,然后白棋挂脚 之后黑棋贴住,还是想要发展左边的潜力 那如果说上方再被黑棋往前连续压的话 左边的潜力就可以继续扩张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贴起来 限制黑棋的发展 或者说再回到右下方定型也行 这里如果说飞压的话 黑棋跳出 感觉会影响白棋左边为空 所以说实战黑棋贴住的时候 白棋夹过来 然后黑棋小尖 这里如果说白棋直接大飞为空的话 虽然说看上去这个空比较扎实 但是对于黑棋右边这两颗子压力并不大 黑棋就不用着急出头了 可以往右边夹击 反攻白棋 实战白棋往上跳一个 那这样的话 黑棋只能往外飞出 然后白棋顺势在右边安定 不过白棋下方的空就比较空虚了 接下来黑棋点刺先手 再往这大飞 当然这块棋还没有安定 白棋往右边一刺 瞄着黑棋右边这个冲断 黑棋补断的话 可以先往这刺一个 把白棋走中 然后贴住补断 白棋往前一长 因为旁边存在这个挤断的问题 所以说黑棋可以往二路倒虎补齐 虽然说白棋往二路飞 搜根 黑棋旁边这几颗子还不活 但是反正黑棋这个根据地 就并不是非常牢固 黑棋只要往外飞出就可以了 白棋一手棋也封不住 至于脚上这一块 如果说白棋往二路飞 虽然说木属比较便宜 但是黑棋在这里还是有些掩位 往外也可以出头 所以说黑棋两边都不怕 实战黑棋顶住 然后白棋往上一跳 那黑棋肯定要往前一压 先把这一块棋跑出来再说 白棋跟着长 之后黑棋再往下方一飞 这里如果说白棋二路斑搜根的话 那黑棋也不用担心 本身这里的眼威还行 然后白棋右边这一块 也没有合棋 所以说白棋还是先选择在外面封锁 同时把这块棋安定 那这个地方 黑棋也可以靠压完之后 在一场抢到一千手 往二路立 大出来一个小堡垒 那黑棋也就安定了 而且白棋左边还要继续补 不走的话 黑棋往左边飞刺 白棋可能会被封锁 白棋补一手的话 那黑棋抢先往上一压 那继续扩张左边的潜力 黑棋也不错 实战黑棋小肩 补雷手 那白棋往前贴住 之后黑棋往右边压 白棋跳一个 因为这个地方被黑棋扳头的话 白棋还是有点伤 实战白棋跳一个 然后黑棋往这一刺 这一手棋主要就是 瞄着上方这个跨端 当然AA的建议 还是黑棋在左边定型 这一手飞刺的价值非常大 就算白棋往这补棋的话 那黑棋可以先手把白棋封住 白棋脚上还要继续做活 黑棋再往上一扳 可以上下两边 同时扩张模样 那黑棋就非常不错 实战黑棋跨段的话 关键是白棋下一手 有一个非常妙的手段 就是往二路点 这个棋黑棋就很难办 如果说冲断的话 白棋可以扳断 首先这个立方 黑棋已经不能再往上冲断 不然的话直接就出棋了 白棋断打完之后打吃 黑棋如果说还要沾上的话 被白棋往这冲断 那很明显黑棋棋不够 白棋扳住 断的话白棋沾上 黑棋直接就死掉了 这样下黑棋不行 所以说黑棋非要冲断的话 白棋扳的时候 黑棋只能先往右边飞刺 但是白棋可以直接在这补棋 因为黑棋从右边打船的话 对于白棋来说 没有太大的影响 外面这颗子并不是非常重要 白棋可以在下方定型连成一片 那黑棋这块棋还要继续做活 这样也是白棋比较满意 但是黑棋这样下肯定要比实战好 或者说黑棋还是往左边飞刺 下方这一块干脆就看清了 虽然说这里损失了一些目数 但是只要把白棋左下方封锁 让白棋后手做活 黑棋外面可以连成一片的话 那黑棋还不错 实战黑棋往这并一个 这一手棋主要是瞄着旁边这个棋 我们来看实战 白棋二路爬这个目数已经非常便宜了 而且白棋的眼位也增加了不少 之后黑棋往二路飞 但是这个地方白棋也可以先补补 这里直接跨断是相当严厉的 因为黑棋打持的话 白棋沾 黑棋冲一个 白棋顶住 这个地方黑棋也断不掉 黑棋如果说从上方断打 那白棋反打完之后再一站 白棋还是可以全部连通 黑棋外面还是要补 如果说黑棋从这打持的话 那白棋反打完之后黑棋断打 白棋提黑棋在下方断打的时候 白棋不是去开这个结 开这个结的话对于白棋来说很重 白棋把这个结沾上就可以了 黑棋下方还要再继续补断 那白棋就把下方这两颗子连回 黑棋左右两边都非常危险 非常容易被白棋封锁 那实战白棋贴住的话 反而让黑棋多了一些机会 这个地方黑棋应该赶快把这个跨段补掉 可以往这并一个 白棋冲断的话 黑棋可以抢一个先手 把白棋下方大龙全部闷住 虽然说杀不了白棋 白棋在下方还可以做活 但是账下黑棋肯定是主动一些 而且黑棋下方这一块的联络 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实战黑棋往右边一挤 还是贯彻黑棋之前的思路 那白棋现在跨段的话 黑棋就很难办 打持白棋沾上 刚才我们也说到 如果说黑棋从这打持的话 左右两边还是会被白棋分断 打持完之后往上一承 黑棋左边这一块逃跑 那右边被白棋往这唬一个 黑棋就跑不了 这一块棋 棋比较紧 如果说跳一个冲断的话 这里杀气 黑棋也不行 如果说黑棋 从上方断打 实战就是往这打持 那白棋反打 黑棋如果说体调的话 打持白棋单长 右边这三颗子还要继续打持联络 黑棋这里可能还是往外打持比较好 先把这块棋安定 白棋补一手 黑棋可以先在上方手脚 因为白棋就算沾上的话 黑棋左右两边被分断 也可以分别作火 这个地方黑棋不用担心 实战黑棋断打的话 被白棋往左边贴住 那黑棋下方这一块又有点危险了 接下来黑棋往前跳一个 白棋也可以选择顶完之后搬住 把黑棋全部包围 那黑棋要是断的话 那白棋打持完之后 从这顺势打持 然后再拐住 这块棋黑棋肯定是封不住 黑棋自身还要先长气 之后白棋往旁边断打完之后再一打 都是先手 还可以往外出头 然后左边打持 也可以把黑棋闷进去 那这样白棋也不怕 实战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跳的时候 白棋往左边搬 然后黑棋跳出 白棋长一个 那这样的话 黑棋左边的潜力已经被白棋压缩了 这里还要继续补 然后白棋再跑出这种壳子 之后黑棋往这儿单并一个 小间 接下来就看白棋如何选择了 飞出的话就是说把这块棋看轻 当然这块棋的目鼠也并不是很多 白棋可以抢到一个先手 往上方挂脚 黑棋这里也不太好 白棋上面还有些潜力 正下白棋也比较简明 还是白棋优势的局面 实战白棋搬住 当然这里黑棋手机也封不住 如果说黑棋点过来的话 白棋关键是断打完之后打吃都是先手 再往外大跳 黑棋中间这里的联络还有问题 贴住的话白棋往上一长 黑棋连回 白棋连回 实战黑棋往中间一飞 白棋断打完之后打吃先手 左边打吃先手 沾上先手 然后再往上大跳 那白棋中间这一块 现在已经暂时不用担心了 之后黑棋往上一飞 然后白棋飞出 冲断的话白棋也不怕 本身黑棋左边就非常薄 还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白棋随时往旁边一搬就可以做火了 接下来黑棋往这儿 并一个补掉旁边这个冲断 那白棋挂脚 黑棋要是搬住 把白棋大龙封锁的话 那白棋就二路搬做火 而且白棋做火的话 还可以冲完之后再断 黑棋要是打吃 那上方还有断打 沾上的话白棋可以一路立 那因为接下来白棋有这个一路小尖的手段 黑棋断一个补齐的话 那白棋大龙已经彻底火起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白棋不用担心 接下来黑棋往右上方靠压 然后白棋把中间补齐安定 之后黑棋搬住 这个地方如果说白棋二路立的话 那黑棋可能就直接脱先了 实战白棋挖瞻 要求黑棋补断 黑棋补一手 那白棋肯定是小飞进脚 这里黑棋围不了太多的目鼠 容易落空 实战黑棋坚顶 如果说白棋长一个 那黑棋可能补断 把脚空围了 这里白棋也可以选择路斑 黑棋往上虎一个 然后白棋再走下立法 实战也差不多 白棋选择断打 然后黑棋虎一个 白棋再往旁边打吃 以后脚上还有一些搜刮 这里黑棋还牵了一手棋 接下来黑棋选择往上搬住 那下一手棋 AI的推荐是白棋在脚上 把这个搬交换掉 然后一路立 主要是跟后续 下方这块棋的变化有关 实战白棋选择继续往脚上收空 小剑 然后黑棋搬 白棋往左边搬 黑棋往上一起 白棋沾上 之后黑棋在左边定型选择 往二路扎定 可能第一杆还是挡下去 但是如果说挡住的话 被白棋冲完之后再一断 像刚才那样定型 黑棋如果说不断的话 选择一路打也差不多 白棋往这儿虎一个 黑棋二路爬 白棋团住 大龙就已经火起了 关键是黑棋下方多了一个断点 跟以后黑棋下方这里的杀招有关 那这样的话 黑棋以后这里的杀招就不成立了 我们先看实战就知道 实战黑棋往这儿 二路扎钉 然后白棋挡住 黑棋往上打持 再往中间先手一挤 点过来 粘上 当然这个地方肯定是杀不了白棋大龙 白棋可以补一手 实战白棋是先把上方这颗子连回 因为随时可以往外出头 所以说白棋左边大龙不用担心 但是 多了脚上这几手棋的交换之后 黑棋直接提掉 然后再往一路点破眼 这个地方出棋了 如果说白棋挡住的话 显然是不成立 因为黑棋沾上 白棋爬一个扩大眼位的话 黑棋往一路点破眼 这个地方白棋就已经尽死了 实战白棋只能提掉 然后黑棋断打 白棋也不能沾 沾的话黑棋爬回 白棋又死掉了 冲一个 黑棋还是多送一个 这样白棋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结针 那这个结肯定是白棋的负担重 对于黑棋来说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这个局势就非常复杂了 所以说之前白棋选择在左上方收控 是有一些问题的 应该趁早在左下方补棋 这样的话黑棋交换不到这几下 下方这个手段也就不成立了 但是现在形成了一个结针 接下来黑棋踢结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搬 踢结 黑棋往上一飞 把白棋左边大龙封住的话 那白棋只有在脚上补棋 这个时候白棋录夹 黑棋再踢结 白棋在旁边夹 这个是本身结 踢过来 黑棋一路地 这个时候白棋也不能把这个结消掉 不然的话很明显黑棋往一路搬 那白棋左边大龙又死掉了 这样下白棋不行 所以说白棋只有一路地 黑棋再踢结 白棋一路爬 马上可以爬回 黑棋冲断 白棋再踢结 之后黑棋往左边一路拖 缩小掩位 白棋搬住 黑棋踢结 白棋往左边一冲 踢结 然后黑棋断打 这个都是先手 白棋做活 黑棋再踢结 然后白棋往左边一冲 黑棋虎一个 白棋再踢结 黑棋踢掉也是先手 踢过来 下一手棋 白棋可以在左边切的 那这里也是白棋的结材 如果说黑棋把这个结粘上的话 这里还是可以出棋 实战的白棋还是先挤一个 找本身结 踢过来 黑棋左边一挖 踢结 下一手棋 白棋断在这儿 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地方还是应该往二路断 二路断的话 刚才我们说到 如果说黑棋把这个结沾上的话 左边会出棋 打吃的话呢 白棋可以继续撑这个结 这样的话 如果说黑棋往右边冲 找这里的结材 那白棋就提掉 把下方这块做活 黑棋断吃这两颗子的话 白棋的局势也并不差 可以先手在上方收空 而且黑棋左上方还有问题 实战白棋往三路断的话 黑棋肯定是把这个结沾上 这样的话 先把白棋下方这块棋 全部吃掉 接下来白棋往左边二路地的时候 黑棋的应对就出现问题了 这个地方应该往一路跳 在这儿 跟以后这里的杀棋有关 这里肯定比黑棋直接沾上要好 黑棋往一路跳的话 白棋往上方刺一个 黑棋可以直接靠住 这样杀棋的话 白棋不行 最多就是形成转换 那这样下黑棋的局势非常不错 左边肯定是出不了棋了 实战黑棋沾上的话 就出现问题了 白棋往上扩大眼位 然后一路小间 这里形成对杀的话 黑棋已经相当不利了 接下来黑棋冲完之后打持 白棋沾上 黑棋还不能着急收气 如果说搬过来的话 那白棋冲完之后 往这收气 如果说左边这个结 黑棋拼不过的话 以后白棋往上方飞刺 那黑棋这里的联络 又出现问题了 左上方这块棋 也会面临危险 那黑棋这个结就太重了 所以说黑棋只有在外面 虎一个 先确保左上这块棋的联络 然后再跟白棋拼这个结 白棋团住 黑棋挡下来 白棋点进去破语 那现在就形成一个缓气结 那这个结对于白棋来说 压力并不大 但是黑棋的负担就非常重 所以说 左边这里黑棋的应对出现问题 导致现在黑棋的局势又相当不利 之后双方先收空 把左边这个缓气结先放在一边 白棋提掉 然后往脚上一飞 黑棋往二路跳 白棋在上方做活 之后白棋小尖 黑棋打持 白棋搬出 黑棋爬一个先手 白棋挡住 黑棋往上一飞 然后白棋把这个一路搬毡交换掉 再往旁边刺一个 之后黑棋搬住收器 然后拼这个结针 接下来黑棋往脚上一挤 白棋沾黑棋提结 然后白棋扑一个 这个是白棋的本身结 黑棋往右边冲 这个地方白棋也必须跟着走 提结 扑一个本身结提过来 黑棋再往上一冲 那这个地方 白棋也可以 现在就选择把这个左边的结消掉 提掉 黑棋往上点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这里有没有棋 白棋可以顶住 黑棋爬一个破眼 白棋团住 黑棋往上一露力 白棋可以先往这坐眼 这样的话 黑棋扳白棋打持 还是形成缓棋结 缓棋结的话 白棋完全不怕 而且白棋的本身结 就非常多 这样下白棋完全可以 实战白棋还是沾上 主要是白棋的结材还是非常多 刺一个黑棋粘 然后白棋提结 黑棋右边断 提结 白棋往上方切断 这个棋 黑棋肯定要不走的话 白棋小尖 黑棋打白棋粘 黑棋要是粘上上方之三颗子 那白棋往前一长 左上角这一块就被分断 所以说黑棋补一手 白棋提结 黑棋往右边一长 那这个地方价值并不是很大了 白棋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结消掉 黑棋这里便宜一些木属 还是白棋优势的局面 实战白棋还是一毛不拔 那这个地方继续跟着走 然后黑棋提结 白棋往上打持 提过来 黑棋断 白棋再一打 然后黑棋提结 之后白棋往上扑 提过来 黑棋右边断打提结 白棋往上扑 然后黑棋就没有继续补齐了 而是再往左边收气 这个地方黑棋还是很难下 接下来白棋提结 然后黑棋往上点 白棋沾 黑棋再提结 白棋往上扑一个 之后黑棋继续送一个 收气 在右边点 长一个 这个地方白棋做活的话 完全可以靠住 然后往中间跳一个 这里也有眼位 实战白棋就选择沾上了 然后黑棋挖一个 白棋要是断吃这颗子的话 那以后黑棋往这切断 还可以找结材 不过账下白棋也无所谓 黑棋提掉这几颗子 白棋沾上做活 黑棋的空还是不太够 实战白棋沾上 然后黑棋打持 白棋再提结 黑棋往右边顶一个 白棋沾上 先把这块棋做活 黑棋再提结 白棋把上方提掉 那黑棋这里的木树 已经非常损了 而且周围这些子 智力破碎 接下来黑棋收器 白棋再提结 那黑棋这个时候 已经找不到 特别合适的结材了 只有往中间破眼 那白棋就把 左边这个结消掉 黑棋站上 想要杀白棋中间大龙 但是 那想杀这块棋 是相当困难的 因为黑棋上方 这个包围圈非常薄 而且白棋往左右两边 都可以寻求联络 如果说黑棋搬住的话 那白棋长一个 黑棋刺一个破眼 白棋断 黑棋冲 白棋沾上 还是个先手 右边还有这个倒扑 黑棋沾上的话 白棋往上打持完之后 再一冲 这个地方 黑棋已经挡不住了 所以说搬住的话 肯定是杀不了白棋 实战黑棋夹一个 白棋往上单长 黑棋冲 这里白棋也可以 先选择往左边拐住 黑棋要是长一个 白棋再一冲 黑棋如果说搬住的话 那白棋断先手 上方断打先手 再往旁边一虎 黑棋断 白棋可以先沾上 上方有双打持 旁边有倒扑 已经可以连回了 这样也杀不了白棋 如果说白棋冲的时候 黑棋单长 那白棋往上虎一个 打持 旁边也可以连回 这里黑棋肯定是 分不断白棋 实战走到白棋 往上虎一个 黑棋就认输了 因为很明显 这里如果说黑棋切断的话 那白棋往左边拐住 黑棋要是往左边单长 那又还原成之前的变化 黑棋要是在上方补棋的话 白棋往这儿打持左眼 那白棋已经火起了 黑棋全盘的空肯定是不够了 好 那这盘棋也是相当精彩 就给棋友们带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棋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